大家好,欢迎回来夜夜声歌,我是何生生 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我用过的那些收音设备 那提到收音设备呢,我们就要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到底要拍摄一些什么类型的视频 因为收音设备有非常多嘛 用我自己来举例呢 首先呢,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一个内容生产平台 叫做不温不火,so and so hot 在YouTube上你搜索,so when so hot 就可以搜索到 那么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那就这个平台而言呢,我们最开始做的时候呢,是一些美食探店啊 后来我们有一些访谈类型的节目,类似于圆桌派 我们叫它三言两语,包括一些旅游啊 那不管什么类型的这个片子呢 它的收音设备呢,都是不一样的 因为不是富二代嘛,没有那么多钱 一次性买了各种需要的收音设备 那我也是慢慢的探索,慢慢的去用 从最便宜的最简单的,用到后边复杂一点的 慢慢积累的一些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有一点需要跟大家讲的是,我可能不会给大家展现 真正这个几个不同设备录出来的声音的效果 因为今天是在家里录嘛 那么外面下着大雪 想找一个晴天一点的时间呢 跟大家再出去测试不同的收音设备的具体情况 在家里录呢,它的声音的差别其实并不是很大 最多就是有点回音啊什么的 因为你的环境都是可以控制的 这个就是我第一款要跟大家讲的有线麦克风 它的优点呢,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方便,非常便宜 我具体已经不记得多少钱了 因为当时是在Amazon买的 像我这种穷鬼,我当时我记得都买了 肆无忌惮地买了好几个 我买的这个呢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我也不知道怎么称呼的一个模式的变化 它可以从这个CAMERA变化到这个Smartphone 所以说不管你是用IPHONE RECORD 还是用CAMERA RECORD 它都可以非常好的去这个去变化 就我当时感觉这个收音效果是非常好的 因为当时我们去拍很多美食餐厅的节目 那需要在一个,那会在一个非常嘈杂的环境里面去拍摄 然后我们也需要两个主持人去讲话 那么每一个主持人配备了一个这样的Microphone 就效果就非常好 那当时有很多朋友看了视频之后说 你们拍的真好 声音很清晰,觉得很专业 所以声音在很多时候真的可以让你的视频变得非常的专业 但是这里边是有电池的,是一个扭扣电池 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还是有一点不是很方便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扭扣电池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后来在拍的时候就发现没有声音或者声音非常小 我就以为Microphone坏了 后来我就去买了一个 然后我后来慢慢的我想说,是不是因为电池的原因 所以换了一块电池 就原地满血复活了 真的当时还是蛮开心的 所以这个电池你也不确定什么时候会没有 但是我记得还是last了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随时要背这个电池 这样你的声音一旦不清楚的话 你就必须要尽快的去更换 那么还有一点像我们的美食餐店为什么当时选了这种有线的呢 便宜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不需要站起来 所以在拍摄的时候它就坐在那 那线都从下面走了 所以就是这样还OK 但如果你想拍全身的话 这个其实就不是特别的好 因为你能看到线非常的乱 对于刚开始进入视频拍摄的小伙伴们 如果你只录一些半线的像现在这样 其实你就可以用这种有线的 也非常方便 如果你想要放两个麦克风在同一个机身上 你就可以用这种Splitter 非常简单 两边一插 然后这边往相应一插 非常的好用 第二个跟大家讲的就是Zoom的H4n 那这个是非常强大的一个录音笔了 那强大的什么程度呢 我可以有找机会专门跟大家去做一集这样的review 当时是因为我们在温哥华拍一档旅游节目 叫做就是不温不火出品的一个旅游节目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当时的那个出海季 就是我们面临那个什么问题呢 四个主持人 像我刚才跟大家说那种有线的麦克风 你是永远用 你是没有办法再去用它了 因为你要走啊 要运动啊 那你用这种camera on的这种麦克风呢 就不能捕捉到四个人这么多 所以当时我就想说 那我们就都就有一个人拿着这个麦克风 谁说话谁说吧 就当时是这么去想的 那我们也没有钱去买四个无线麦克嘛 当时就用了这个比较low budget 多少钱我也不太清楚 但是应该不是很贵了 它的优点就真的是可以使用于各种场合 而且收音其好 如果你在加上这个大毛毛 这就是防风罩嘛 那在路上用的时候还蛮吸引人的 就这么一放上去之后 基本上我们有几集是在海边录的 比如说甚至是去开快艇 那你用它去录收音 一点风声都听不到 这个是没有哪个这个收音 收音机器可以做到的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真的非常棒 这个我们也试过把它套在一般的小的麦克风上 那效果也是没有的 所以我估计这个本身 它的这个这个收音的效果就很好 然后它可以把风去掉 我真觉得这个是非常强大的一款机子 它下面也可以去插麦克风作为一个录音笔 就是作为一个专门去录音 别的麦克风收进来的音的录音笔 它也可以作为一个放在camera上的 一个就是on camera的一个麦克风进行收音 然后这边呢 你可以调节90度和120度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多的优点 然后再有呢 就是说它里面菜单里面 你可以选各种模式 另外有很多人的相机 比如说65064006300这些 你都是索尼的 你都是没有监听效果的 那这边呢 有一个监听口 所以说如果你把它放在 像半幅的索尼机子上的时候呢 你可以用它进行声音的监听 这点呢 也是一般的这个麦克风呢 是做不到的 至于说缺点呢 也是挺明显的 就是说 我觉得它想要把这个人声 从噪音中去剥离开来 我觉得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毕竟它收音的时候是这样去收音 那你的环境 这个方向的环境噪音 真的是可以收到的 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像有美食探店呢 这样的地方 我觉得用它其实不是很合适 我有用过 但是效果真的不是很好 没有之前说的那种有限的麦克风好 但是如果你在海边 你在外边拍一些旅游节目 你拿它讲话 非常清楚 因为你不会 你不会离得很远嘛 你离得很近 像一个麦克风一样 真的是非常好 然后你把它调到90度 那这个呢就是Zoom的H4n 可以说我在各种场合下都会用到它 然后那它呢还可以做什么呢 就是在拍电影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架上一个杆子上 然后可以over the head这样进行收音 效果也是蛮不错的 总而言之吧 离着你的这个声源越近越好 下面我要讲的就是这个Rode Micro Rode Micro的这么一个小的一个麦克风 大家肯定在很多地方都有看到有人用 它的声音效果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 尤其好像100块钱左右吧 不到100 可能7,80 买这么一个小东西放在camera上 又小又轻 而且呢 声音效果也不错 那大家知道这种 这种Shotgun Mic的话呢 它就是单向收音嘛 就是你只有对着它的时候 它的声音效果还不错 如果你但凡像这样 那它这个声音就会偏离的很严重了 所以Vlogger来说呢 这么拍是没有问题的 但你要跟大家介绍的时候呢 就可能要非常的小心了 那么再有呢 就是说这个呢 我觉得它的这个 就是还OK吗 7,80,8,9,10 所以说质量上来说呢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但是你看它的防风和它里面的microphone 跟之前我说的那个Zoom H4n比起来就差很多 就即使你把这个 套到这个摄像头去海边去拍摄 也依然会受到很大的丰盛的噪音 这个我们有一集去 就是旅游节目有一集去拍海外的时候呢 是很明显的 所以最后我们就弃用的这个 就直接用的H4n进行收音 当然了跟这个跟Zoom H4n的那个录音笔一相比呢 它也呢有这种就是像电影一样 你可以买一个这个跟它配套的po 然后放在放在这个上面 然后这个进行这样的一个一个收音 如果你拍杯电影的话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的budget够多的话呢 建议可以买一个最新出的 叫Rode Micro Pro Plus 就是你插上去之后你开录 它自动就会打开 然后有电池的那种 那种呢收音效果会更加的好 只不过呢会重一些 如果你放在Gimbal上进行Vlog拍摄的话呢 你可能要注意 是不是有过你的这个 maximum的这个load 那这个是不是work 那这个呢就足够简单 粗暴 然后收音效果也还不错 那对于一个日常Vlog来说 我觉得这个完全就够了 像现在这种情况 在家里录的时候 有的时候也可以把它放上去 其实效果差不太多 有的时候我觉得放不放麦克风 就是放这个跟不放麦克风 用camera自身带的 我有时候觉得其实也差别 不是很大 我有一集有去试过 大概是去年吧 就是最终呢投资入了一款 这样的无线麦克风 这个是风迪的一拓二 一拓二呢就是说一个接收器 两个麦克风 然后你可以放像这个一样 你可以放在这里 就从此走上了无线的道路 那我觉得这个无线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你不管怎么说 怎么说 看不看镜头 还是在哪里距离远一点 你都可以用这个无线麦克风 进行收音 我觉得真的是 省了非常多的事情 感觉就是从一个 从这个耕种时代 变到了工业时代 另外呢 我还买了一个这样的手持麦克风 手持麦克风 它主要呢 就是因为我们经常会拍一些 绣缘采访 街边采访 这样的话 你有一个标题 搜文搜画标题 然后放在麦克风上 然后就这样进行采访 声音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那先说说这个麦克风 在采访的时候 你这样去讲 声音非常清晰 非常好听 欢迎度也很高 当然如果你把它拿开一点 其实就不是很好了 另外呢 如果你采访几个人的时候 一个人说完话 另外一个人马上就说的话 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声音的渐变 这一点我觉得不是很好 所以如果你要采访不同人的时候呢 建议让大家站好了 拿好了 再开始讲 才能 就是这样才比较好 我个人觉得 其实在一个receiver 就是接收器里面那边 如果你要监听的时候呢 你通常要从receiver上监听 其实如果receiver跟这个相机的这个线 cable如果有断裂的话 有的时候除非你看那个声音条 有的时候你其实也并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 我有试过在相机上听这个监听声音 但是感觉很奇怪 所以我觉得可能并不准确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它非常重 尤其receiver很重 如果你放一个gimbo 一个不能承重很重的一个gimbo 你放上173 再放上这个microphone 然后再放上一个 比如说2875的Tamara的镜头 或者2470的 所有镜头可能就已经超重了 那你就要把这个receiver拿下来 然后用一个很长的线去连它 就是不知道中间会不会 这个cable的连接上会有问题 那就非常的不好 所以在这点上 我觉得可能也是跟它的金属机身有关系 如果说是一个塑料的 轻一点的 我觉得会更好 所以希望呢 风力下一代产品 是不是可以把receiver做的再小一点 最后想跟大家说的 就是这个blue alley 就这个 这个是我最近最近才购入的 那我其实之前听喜马拉雅的时候 听到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 这个主播讲的 比如说黑水公园啊 日潭公园啊 比如说硬核电台啊 就是类似这样的吧 看他们聊天就觉得挺有意思 所以有时也想发表自己的意见 blue alley呢 基本上它是一个专门连电脑的一个收音软件 首先呢 它是电脑供电 那第二个呢 你要离得稍微近一点去讲 那对于这款机子呢 你是这款麦克风 你是需要对着这边去讲的 它这个后边呢 还有不同的功能 上面的这个呢 就是可以让你这个进行调整这个敏感度 下面的这个是不同模式 它的模式有一种呢 是四周都可以收音 这就是我们用这个进行三言两语的拍摄 那三言两语因为有四个人嘛 在周围拍 但是有唯一一点就是 四个人都是对着这个麦克风讲话 但是每个人的说话声音大小是不一样的 所以会出现 有的人声音奇大 有的人声音就很小 那你就要把它放在四个人的位置 找不同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平均点去放 那就有一点麻烦 非常的manual人工 再有一点呢 就是它时时刻刻呢 需要用电脑去供电 我其实有试着用 iPad的那个 iPad的那个充电口插上连接线 看看能不能直接供电 这样就不用摆一个电脑在边上了 很麻烦 而且电脑一旦进入休眠状态 它就有可能不供电了 不过电了 那就不能收音了 所以你还要把电脑设置成不休眠状态 然后还要保证电脑有电 就非常的麻烦 我觉得这点 希望以后可以找到一个solution吧 或者小伙伴们有什么好的建议 也可以跟我讲 基本上也没有别的可说了 音质在家里录是非常好的 不管你是两个人的对话 有这种模式 还是四个人的对话 或者围着一圈的对话 还是要这种左右声道的对话 都是可以做到的 这点我非常的喜欢 然后也可以随时监听 以上就是我跟大家讲的一些 我当时录视频收音的一些小技巧 刚才忘讲了一点 就是关于第一个有限的那种麦克风 我们当时因为经费有限嘛 那就会把这个牌子插到这上头去 然后用这种小的麦克风 用这种小的麦克风 把它延伸到我的这种道具上 插到最里边 然后在上面粘上 然后这样的话讲话虽然很轻感觉是假的 但是它收音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就是贵的贵的玩法便宜便宜的玩法嘛 接下来呢 要跟这个我们的网友呢 进行一个简单的互动 那上一次我录这个A6400的时候呢 好像有mention到我只有125个粉丝 所以索尼不邀请我去参加这个 他们的这个发布会 那就有这个非常好的这个网友们留言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I am picky TV 讲的很荣幸没有被邀请 那你现在可以多加一个粉丝了 订阅你了 很棒的影片 有空也常来我的频道逛逛 我也去关注他的频道 然后呢 也希望可以经常看到他好的视频 我的158个粉丝们 你们也可以去看一看他啊 另外呢 这个悠悠爱说 好吧 俺是第156个粉丝 那看来在他留完言之后 又有两个粉丝了 非常开心 最近的一个呢是Frankie Lam 应该是姓林吧 我也不是特别的确定啊 他说他也刚买了A6400 还在摸索6400怎么用 订阅你了 大家努力 这台机还要时间研究 我想说的就是我们一起努力 然后拍出更优秀的作品 那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的频道 给我一个赞 然后在评论区呢留言 如果你有什么比较好的收音设备呢 也可以跟大家一起共享 然后我们呢一起进步 那么非常感谢我的159个粉丝 爱你吗 哦 By the way 戴了一个帽子不是装叉 是因为没有洗头发 我就这么懒的一个人 拜拜 拜拜